不敢想象全球最主要的教父大人 虽然当年在农村做一个农民 大鱼大肉吃多了也想吃青菜 明白吗 明白只不过 不知道此次能否请到教父大人出山 物价暴涨猛兽变异 所有恐怖士兵死亡困难 为教父大人不能解决 跪着求 猫起了风大 是 秦云生 秦云生 你给我滚过来 怎么了 你这是在干啥呢 出地送庄稼呀 看不见吗 你种啥庄稼啊 我没跟你说 我开张这块地要健康了 你是不长细心 你还是没听进去啊 你看上我这 大家都种地的 说话讲讲道理 什么 讲道理 你让我一个杀猪的跟你讲道理 就是啊 这块地连村长都点头了 你一个外乡人 有什么资格给我争啊 就是啊 这块地连村长都点头了 你一个外乡人 有什么资格给我争啊 我开荒的地别说村长 只要我不点头 连天王老子在为你 啊 其实上 你今天非要跟老子过不去了 是吧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在村里的关系 还是你忘记老子是干啥的了 我不管你是干什么 也不管你是跟里什么关系 都是一个村的别蛮横无理 否则 我怕你承担不起 你这是在威胁我 他都这个态度了 还跟他客气什么呀 咋的呀 秦少 我今天问你最后一遍 这块地你是让 还是不让 不让 娘子 我关着你了 你 你 啊 来呀 动手试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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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你敢动手 你 你 你看我今天怎么让你家破人亡 家破人 老爸把人给我带过来 还要我上猪刀 送一会儿给我拿过来 小子 爸把人给我带过来 还要我上猪刀 送一会儿给我拿过来 小子 你给我怎么着 看我怎么让你家破人亡 没错 等会把他们两口子像猪一样 给刨了 放心吧 我正巧 外号杀猪王 杀猪 我最最好 你个外来货 想在我们村立足啊 你们你是谁呀 哼 我是谁 老子琴云上 外号教父 也甚至了杀猪 不过你们两口子 活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姑且也没停口 教父 什么话题 你别什么 教父就算是义父 老子是义父 今天就得弄死你 小子 我们来了 义主的来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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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未来货 敢在盘龙村跟我作对 我分别周让你家破人亡 够东西 马上放了我老婆 然后下跪自打耳光盗窃 否则 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人世 什么 让我后悔来到人世 一个外乡人还敢这么嚣张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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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陈大 看见 这就是我杀猪王正九 在盘龙村的牌面 做一句话 全村都占我呀 现在 把地卖给我 再顾一下道歉 我可以给你留条活路 我已经厌倦杀戮 只想平凡过日 为何你们非要逼我 逼你又怎么样 你咬我啊 何止咬你 宰了你 死到临头还嘴硬 我数一二三 还要是再不卖地下跪 就给我当中拔他老婆衣服 对 我的杀猪糟囊 来去吧 你 卖地下 在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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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白白晶晶走了 我马上扒光你 別著急 哈哈哈哈 哈哈你們男的今天有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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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給我把個老婆發 哈哈哈哈 海王殿主中通龍王殿主陳平 天神殿主萧秦策公殿主王天松 道神殿使龍雀 太賤教父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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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幹什麼 回教父大人 在您退隱的三年裡 物價暴漲猛盛變異 所有黑惡勢力死灰富人 全球首腦商會請您出山 出什麼事 我隱居於此開荒了一塊地 這幫刁民想搶占劍房 我連自己的事都沒解決 哪有心情關你 他們敢搶您的地 教父大人 放 你們不要命 敢保證教父大人 大人 大人 一群雕屠 想敢欺壓教父大人 放風 教父大人 該如何處置這幫刁民 這個鎮羹 這個鎮羹 在村裡有個綽號叫沙豬王 還有這個張二娘 綽號母業車 這兩個人仗著自己飆悍波浪 在村裡橫行霸道 騎鴨善天 把他們抓去審辦 老體坐船 遵命 來人 把他們給我抓走 誰敢動了 是啥 誰想 誰敢動了 是啥 誰想 怎麼 還想反抗 少在這給老子裝槍做事 什麼教父教母 你們能拍電影呢 你是不是不知道老子是誰 啊 那你說說 你是誰 老子之所以能在這村裡称王称吧 不只是因為老子會殺豬 那是因為我妹妹嫁給了成立 門閥鄰家 還認了斧頭光幫主天爺做乾爹 別說小小的盤龍村 就是整個海棠 有誰 攬動老子半根頭髮 頭啊 好 教父大人要過 不解 他也說了 他的惡不是他有多好 而是他背後有人 這說明他背後的人比他更硬 大人您的意思是 斬草除根 把他背後的人一起撕掉 沒錯 你說你表妹在城裡找了個很厲害的 敢爹手 我給你個機會把他找來 我幫你攢個談 你真的敢讓我打 真的敢 讓你倒了 別浪費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老公 你要不要我跟我娘家打個電話 讓他們從張村派些人來 你都請 打 把人都叫 讓他們知道知道 我正就在排龍村的能量 把人都叫來 讓他們知道知道 我正就在排龍村的能量 好 我不要我進就在 小賊 你給我擋著 別跑啊你啊 你擋著 我讓你家的門閃麟家 那你什麼時候給我買LV的包包啊 我讓你家的門閃麟家 還缺錢買LV的包包嗎 我讓你家的門閃麟家 那不一樣嗎 我都嫁給麟家那個廢物五年了 他都還不能讓我生個兒子 我還是想要乾爹給我買的LV包包 我讓你嫁到門閃麟家 就是為了讓你繼承他們家的財產 既然這小子這麼沒用 那我找的時間 送他上路 他沒用 省得以後怎麼都脫摸的 哈哈哈 謝謝乾爹 還是乾爹對我最好 我真是豈有此理 你竟然被一個外鄉人給打了 好 我這和乾爹在一起 我這就跟他說 真是豈有此理 竟然該惹我證據 只是找死 什麼寶貝 乾爹 我哥被人欺負 你哥在為我做主啊 啊 欺負你哥 我把他祖父給逃了我 說吧 誰 聽我哥說是一個外鄉人 不知道在哪結識了一些人脈 竟然敢當眾群毆他 啊 區區一個鄉下人 這麼主策無法無緣 我現在就給你解決啊 乾爹 別打電話 啊乾爹 別打電話 為什麼 我要乾爹你親自出馬 區區一個鄉下人 哪子用的找我親自出馬 嗯 乾爹 我哥在村里那可是地頭蛇 竟然被一個外鄉人給打了 這臉可是丟大了 再說了 在海城誰不知道您和您的虎頭幫 那可是如雷灌耳的存在 就是想讓乾爹親自去幫我撐撐場面 這樣以後就沒人敢欺負我哥了 哎 也罷 城里頭啊 也呆膩了 我就陪你 到鄉下走走 謝謝乾爹 哥 我是殺豬將 對呀 怎麼了乾爹 讓他立馬把火架上水燒上 我把那小子像豬一樣給刮了 到時候兄弟們也好吃一頓殺豬飯 好啊 我真的給我哥打電話 來人 在 給我傳令 自打天王八達金剛 到我別墅 一起 是 乾爹 我已經給我哥打過電話了 到時候呀就讓他 把那人的腰子挖了 用枸杞清蒸了給乾爹補補身體 還是我乾女兒被捧了 可惜 你得保密 送他的手裡 什麼人 不要慌 我雖殺人如麻 但對你 還沒興趣 少在老子面前裝神弄鬼 再不說個來臨 老子一聲令下 把你給剁了 你問我是誰 要我想想啊 我好像是從北歐長城的 極寒雪地裡爬出來的 世人稱我為 魔鬼 把亂起大道的 來人 把他給我剁了 我過來 我過來 你到底是人是鬼 我说了我是恶火 但我是来帮你的 帮我 你帮我什么 你们要去村里对付的那个人 比你们想象中要强得多 但我知道他的命运 我可以拿捕你吧 是吗 你过来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干爹别去 能做到吗 火鬼大人放心 我扶头帮最擅长的就是卑鄙无耻凶残 行 去办吧 办好了 全世界都就知道是你 哥 这就完了 听我号令四大天王八大金刚随我出章 天爷 你招呼我 啊 跟我去盘龙盆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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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杀人 杀人 现在 十处 什么 参与 杀人 杀人 立刻传令所有幽灵均十小时内我要知道造山殿的所有 据件24小时我要造人对和教父 此人间消失 我的教父哥 请收下我送给你的后礼 希望 他给你一个惊喜 完了完了你完了啊 我妹干爹 马上就来了 他说了要嘎了你腰子 轻声下酒 别怕啊 大伙都别怕啊 一个外乡人而已 我妹的干爹 是斧头帮大佬天爷 他马上就带人来了啊 说了 今天就要涂了他 吃个腰子 让咱们大伙帮忙搭造烧水 真的吗九哥 天爷为亲子过来 我刚打的电话 还能有假呀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搭造烧水 天 来吧将军们 我们帮天爷搭造烧水 赶快今天现场带人 臭姑娘我杀了你 喂 不急 一群跳蓝小丑 让他们先表演 大大大大大大大 他一个外乡人 他说个屁啊他 搭造烧水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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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水水 把這層 放點兒阻 把 你腰子 九哥來九哥 哎讓開讓開 一二 還給我加滿 我棍的 小副大人 您還是別拉我了 讓我去宰了他們 你不覺得 讓他們搭造架鍋燒好水 我們在凍事嗎 不是更有意思 您的意思是 等普通幫的人來了 一起宰 沒錯 是誰 敢打我的肛門啊 谁敢打我的肛儿啊 小妹 干爹 你们来了 哥 你放心 干爹会为我们出气 这人挺多呀 干嘛了 干爹 就是这个家伙跟我 其他人 都是他情不厌一份 什么 什么乎七八糟的 打架还是很简单啊 小子就是你不给我面子 打我的肛儿啊 是啊 如何 嘿嘿 行 真是赖客猫打哈欠口气不小 小子知道我谁吗 将死之人还是问问我是谁 不然一会被谁宰的都知道了 妈 这种口气跟天眼说话 我弄死你 招什么急啊 煮熟的鸭子还能飞了吗 猫爪下的老鼠都他妈是作死的玩意儿 冲动 是天爷 小子 听你这口气有点懒了呀 也许吧 应该有了 应该有了 没听的 是吗 看你这阵仗有几把刷子 来 来 说说 喝出来下饶 好 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 老子晴晕上行不歌名 奏不感性 世人尊称我为 脚夫 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 老子晴晕上行不歌名 奏不感性 世人尊称我为 脚夫 哎呦 这是什么教父 我还有义父呢 干爹的意思就是义父 什么都不如 没文化真可怕 教父的意思是 在一个领域 顶尖的人物 知道吗 感觉这个意思 一个外乡人 能是哪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种田教父 这种田 哎 你种庄家很好吗 哈哈哈哈 真是个有眼无珠的外乡人啊 在我们斧头帮天爷面前 还敢这么装 干爹 那边水都已经烧好了 咱们赶快杀了他 挖了他的腰子 下酒喝吧 哼哼哼哼哼看你身强力壮的是个干活的好手 大天王 大天爷 把这小子给我拖到那锅里头刮干净了 炸腰子给老子下脚 炸天爷 小子 自己跪下 把脖子生过来 要让我动手 可连好的机会都没有 好 臭屁子 你敢打我 我批了你 臭屁子 你敢打我 我批了你 臭屁子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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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一个小娘们居然这么能打 不还不快给教父大人认错 不然下个就是你 岂有此理 你能打了不起啊 干爹的斧头帮可是有几万个人呢 一人一口痛快就能淹死你 是吧 我看你是这小子的保镖吧 倒是有些本事长得也不错 他给你多少钱 我出十倍跟我混 你算什么东西 给我提鞋都不配 也配和我们教父打人相提 不 真是不实才觉 那就别怪老子拉手脆花了 抬人 把这小子跟他这一伙人 全部给我抬了 我还会退退退退 把那个往后退啊 别见大家一身血 岂有此理 来人把这些贱贼给我拿下 走 真是高笑 找一群演员来打架 真是高笑 找一群演员来打架 我看他们就是演戏演多了 以为现在还在演戏 不正好让这群戏子见识见识干爹的厉害 干爹 这真是一群演员吗 老家伙 你快你就知道是不是 来会第一个 就把这老家伙给我放到开水里像猪影泡 是 你觉得不对呀啊 什么人 他就是一个没有来历的外星人 林立 这话怎么说 三年前啊 他带着他老婆突然间就来到这个村里 然后就自己建了房 开了一块地 然后就住下来 那平时 也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的 没有亲戚朋友 这可倒难办了 怎么了干爹 江湖上但凡没有朋友没有亲戚的人 都是发的档案的狠人 都不好对付 那 难道他是 不不不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他是有亲戚的 什么亲戚快说 呃 这再有一个老爹老妈的在另外一个村 啊 我想起来了 哈哈哈哈 收到了 报告长官已经全部拿下 报告长官已经全部拿下 江副大人 这些人该如何处置 这种败类 还要留着烧烤 把他们通通送去黑水牢 让他们好好感受感受那自恐惧 男人 全部给我带走 送去黑水牢 是 带走 那这个老家伙该如何处置 他不是加了锅要把我摇子下去 我最喜欢的就是 其人之道 换之其人之身 男人 嗨 把这个老头 给我放进水光里管了 是 等等 谁敢动我 否则 后果自负 你还在争吓什么 你敢动我 你妈就得给我陪葬 说我怎么 想不到吧 我还留有 我来这里之前 已经派我 头帮的二天王 去秘密把你妈抓了 除意外的话 你妈现在就在我的人手里头 找死 你 你好 老郭打的电话暂时无人 哈哈哈 稍后 我会大人七高一筹 说你这人不好对付 得抓住你的手 什么魔鬼 什么魔鬼 魔鬼 什么魔鬼 难道 是幽灵军的魔鬼 幽灵军有什么 教育大人 您可能是不知道 我支持来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在你引退下伤之后 在北欧长城 覆灭的阔罗军 已经从极寒之地爬了出来 改名幽灵军 一年之间 横扫西风三十六国战步 汹涌黑暗 直逼大夏而来 而他们的首领叫做 魔鬼 魔鬼 隔壁村二狗的网民都比他高级 这就是你背后的人 他是不是 先老虎批车打气 吓吓他 没错 就是他 当今世界最强的势力 敢动我 找你死 干你 叔 我妈在哪 你敢打我 我一个电话就让你妈死 没想 我 干你 我给你三秒钟让我听到我妈声音 否则我拎死 赶紧打电话 魔鬼大人说了 你妈就是你的命根子 你妈现在在我的手里头 你就得听我的 现在我让你跪下来 给我磕头刀剑 孟子你妈就得死 现在我让你跪下来 给我磕头刀剑 孟子你妈就得死 看来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好 我今天就陪你玩玩 让你见识见识 比魔鬼更可怕的手段 啊 怎么样 舒服吗 你个疯子 我我现在就让你妈死 谁去这岛 还没玩够 你敢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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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头帮老大 告诉我这滋味如何呀 你个萌子你会害死你妈的 还在嘴硬 好 我给你玩点更刺激的 我去 你在 把锅架下 把锅收开 是 教父大人 水已经烧开 很好 我带你过去玩玩 你个疯子你要干什么杀人是犯法的 你个疯子你要干什么杀人是犯法的 斧头帮老大获得犯法 别搞笑 你不是要把我当你猪崽了 把我腰子下去 我就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先给你烫头猪毛 什么狗屁股端老大 也不過是貪生怕死這套 立刻打電話 我媽要是耍半根頭髮 我把你出手了胃口 打電話了 我我 你們抓到那個王小人都完了嗎 妹我們還沒到呢 剛進水完村問到他的住址 那別別別別抓別抓了別抓了 怎麼了天爺怎麼又不抓呢 天爺不殺你們抓你們就別抓了 不好意思天爺 這事我們聽不了你的 好的我們接受另外的指令 先這樣吧我們去辦事啊 喂 喂 喂 哈哈哈哈 這就把八蛋 這麼不救我的了 哎呦哈哈哈我媽要是出事 看我把你全都問過 哎哎哎哎同學 在你們保護我老婆處理好這裡是 老婆我先去救我媽了 嗯去吧小心一點啊 啊 沒事的 把個老娘快點 啊開我 開為什麼快點啊 看什麼看 這這幹嘛小孩子啊 非得死的啊 啊 你放開我 你放口牙子 就這樣他媽還頂相不大 啊 我贏了 現在報告率在的都追到家裡來了 以後吧 因為你媽拿桌子去賣錢 你媽不拿 然後他就拿繩子毛起來了 說說說帶你媽你成河 郎哥那女人是不是在打槍報警啊 媽 連野郎幫的劍事都幹了 開車過去抓他弄他見嚴望 好嘞 好嘞 一上課你趕緊來 不然他們就把阿姨帶走了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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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天沙子都看了天前嗎 老娘們 你都自身難保了 你還顧得上管別人你還 他還是個孩子呀 你們趕緊把他送去醫院吧 小妹 小妹 阿姨 還先跟雲上哥 太過敵話了 我知道 你怎麼樣 我骨頭好像斷了 趕緊救救你們了 幫忙把他送一下醫院吧 做什麼春秋大 啊 得罪了我們野郎幫 還要去醫院呢 老大國 趕緊把你那個唐豪的御所給交 不然 叫你老命 喂 趕緊處理完這裡到書院村來 是叫大人 啊 老娘們 聽明白了嗎 趕緊把御所交出來啊 否則你老命不保 光大陸 你還是人了 你把我兒子給我的錢都拿去輸了 現在 我要給我一個兒子給我的東西 去避震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會給你的 你又老又醜 你以為我憑什麼娶你啊 還不就是因為你兒子有點錢呢 他祝你對我都好 都是假的 你對我的關心 也都是假的 要不然呢 你都快六十了 我還不到五十呢 你比我大十幾歲 娶你我自己都後悔 不是 花你點錢怎麼了 怎麼了啊 石像娘 趕緊把運動拿出來 要不然今天 你就得把命交在這上 你這樣 我兒子會殺了你呢 你老娘娘 你以為你兒子 打工存點錢了不起啊 啊 在野狼幫各位大哥面前 他就是個屁 我兒子不知有錢 他是教父 他身裏很大的 教父 啊 我聽說過神父 教父 幹嘛的 電影 你意思是說 你兒子是黑幫老大呗 他不是老大 他不是黑幫老大 他是造神店的老大 造神店 你是說造神店 就是那個 在全球無與倫比 統領著三十六行 可以把任意不同人 打造成神話的造神店 對 就是這個造神店 真把老子當傻了是吧 你一個鄉下的農夫 竟敢說自己兒子是教父 你怎麼當老子傻子吧 我沒有說話 我兒子真的是教父 他婚禮的時候 看我元首都來了 啊 吹牛逼沒完了 他老子當三歲小孩了啊 你也不拿個鏡子照著 你一個鄉野村父 兒子結婚 連國家元首都來了啊 你怎麼不和孫悟空都來了啊 哈哈哈哈 他兒子 不就是你兒子嗎 你說說他兒子幹嘛的 他他他他幹個屁的幹嘛 他就是四三年前到隔壁盤龍村 開荒種地 跟我一樣的就是個農民啊 聽見了沒 你兒子就他媽是個農民 大哥 我看他呀就是想嚇我 不行交出玉拙而已 不交出玉拙 交出你的命 交還不交 要玉拙還要命 我兒子真的是教父 啊求求你們了 趕快送下面去醫院吧 要是被我兒子知道了 他會殺死你們的 啊還命啊不靈啊 秀郎那是你欠我們的錢 他是你的人 你看著敗 小心老子淹了你 大哥你喜怒你喜怒 這是交給我 交給我 我請你 我比你小十幾歲都去問你 拿個床子出來替我還賬怎麼了 你是不是想把我逼死呀啊 怎麼了 怎麼了 是不是不是不是 我活得了你不是人 你輸光了我的幾十萬 你就這種智慧不活得多 我不會再相信你了 好 那我他媽就弄死你 我我 你們不要打阿姨 人生哥哥 會來教育你們的好 小妞 你自己都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 你還管別人呢 大夫哎 搞個珠圈 把他給我沉到糞坑里去 你他媽給挨走自己 得嘞 哈哈哈 小娘們 我怎麼留意你 不要 放開他 放開他 滾開 走開 我把你 你們天天天殺的 放開他 放開他 我兒子真的是腳步 那我是殺了你們的 啊 啊 殺我殺我啊 我們野狼幫橫行一刀 誰敢動啊 就是 你也不去大廷大廷 野狼幫這什麼事 那個是擁有八千小弟 你是豪虹顫抖的傳奇 跟他們交代 你不是找死是神嗎 既然他要找死 那就送他去死 二鵬 哎 哎我沉到豬卷放坑里吧 好嘞 走吧 不要放開我的 快點走 快點走 這個人我 啊 這個人我 啊 打得好啊 啊 這群虎蛋 叫你們碎屍萬段 沒事 我先帶你去治療 哎 打了我的人沒個交代 就想走 遠點 媽給你臉了是吧 真把自己當教父了 高槍鐵拳 不怕我們野狼幫逆臉者 我廢了是 呀 你 救我 你 小子 你很能打了不起嗎 快得給我子彈吧 小子 你很能打了不起嗎 你快得給我子彈吧 現在跪地求饒 或許留你一條權勢 否則讓你生不死 什麼 現在被槍拱的人是你啊寶貝 我跪下求饒你瘋了吧 對話真的 你不是拿著槍嗎 跳槍是誰 沒有 知道這山上都埋著是埋著 是 什麼 去之樓椅 也敢出龍鱗 你 別過來 別過來 再過來 老子開槍打死 你的手在抖 不是怕的嗎 是個笨蛋啊 繼續開槍啊 小子 我可是野狼幫的人 殺了我們野狼幫 然後我會撕碎你的 狼 就算來這虎王我也一直手捏 啊 原尚 媽 你怎麼樣 小妹呢 趕緊救小妹 小妹 小妹怎麼了 小妹 小妹怎麼了 小妹 小妹被他們 送進出龍 緬分坑了 什麼 你真是 啊 先把這個吃下去 行吧 幫我照顧我媽 媽你等會兒 我馬上就回來 喂老王 遇到個瘋子 被打了 快來這麼遠啊 啊 被一個瘋子給打了 小瘋 什麼 小瘋 怎麼了 是這樣的 我的手下人 再去抓那個老女的手 被一個瘋子給打了 據說叫什麼 小瘋 就那麼離譜啊 一個小瘋的鄉下 竟然有人趕出我們野狼瘋的泥裡 那沒有 他也得去犯了 你放心 在青州境內 只要有人敢揍我們野狼幫 不死也得拔什麼 兄弟們 有人 咱們一起 去鄉下找找落子去 哎 哎呀 我的教父哥 請慢慢收下我送給你的禮物吧 等整個青州的地下世界都以你美麗了 我再送你一份大 呦 嘿 這還是個大美人的 把你扔進凤坑里太可惜了 要不 哥好好玩玩你 不要 抱點天舞科室必須玩的 行 就讓哥開戰婚啊 啊 救命啊 呀 那就讓哥開戰婚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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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那麼快死 你要他們什麼清白的啊 啊 哎 浩哥你不會連個小妞都安不住吧 要我幫忙嗎 滾一邊去 天 哎 那你早點死 把你丁起順坑里兒回去 啊 丑丁 啊 我幫他想活著 做你的白日夢吧 住手 那是誰啊 雲湯哥哥 救我 哈哈哈哈 原來這是你哥呀啊 正好啊 你們兄妹倆啊 在坊坑里邊 還叫個伴啊 哈哈哈哈哈 你們這些鄉下人還真他媽不長眼啊 哪有什麼野狼包 鹹命太長了是吧 咱們啊 再碰碰 解決的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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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三秒鐘放開 這死 我給你三秒鐘放開他 這死 啊 站住 你妹妹現在在我手上啊 你可危險 行不行 那紅龍你夾斷了 臭死 啊 小妹 你怎麼樣 別讓哥哥 你別管我 你快去欺負阿姨 他們在欺負阿姨 放心他沒事了 他讓我來救我 我 我腰好像找斷了 都不了了 什麼 他們拿什麼照單 我看見阿姨被欺負 我就趕緊給你打電話 然後他們人發現了我 就開車過來撞我 開車撞 是的 他們帶你來這幹什麼 他們怪我都管閒事 說 說要把我撐到豬圈裡去 發財 你喜歡把我撐到糞坑 不是我 不是我哥 是很高的命令 我不管誰下的命 既然你這麼喜歡糞坑 就自己下去待著我 哥哥 不要 我我是野狼猛的 你是扔不起我們的 我手心 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你是誰 你是誰 我叫秦云上 曾經創造了一個傳奇史 就是那個可以把普通人打造成神話的造神定 世人尊稱我為 姬父 小父 小父是什麼 我知道神父 你你以後被野狼猛厲害嗎 臭 還是去豐坑裡待著 哥 不要 啊 小妹你忍一下我現在幫你治療 好 好了 你起來試試看能不能走啊 是是就好了 起來試試吧 啊 哎 我好像真的沒事了 雲上哥哥你也太厲害了吧 骨頭斷了 都能這麼快吃好 你這是點決重生啊 沒事了幾號 我媽還在外面先出去吧 嗯 我小王家大獲了 你們趕緊把他逐漱家族划清界限吧 有人 我們就得全部玩完 你還有臉打電話 你還有臉打電話 今讓你幹什麼 再怎麼說我也是你後爸 你怎麼敢打 我你 你隔三差五找我媽拿錢 把他存款都輸了 要不是我媽勸我早把你活埋了 現在你還敢逼他賣桌子 找一方惡鬼上門打卡 今天非得弄死 什麼叫我用光了他的存款 他一個離異女人 比我大十幾歲 我不該花點他的錢嗎 啊 要不是因為他有錢 我他媽才會許他個二手貨 再把這話出乾淨 你們都看著了啊 都看著了啊 秦云莎那個小王八蛋 我打他後怕啊 喪天天良滅絕人性 你黎鋒冤壞你 你今天非得逼我 你找死是他 秦云莎我告訴你 你別囂張 我已經給王家和江家的氣 你都打了電話 你等著他們把你逐出家族 你變成一條無家可貴的蟹狗 你真是找死 成群 呀呀呀呀呀 救命啊呀 殺人了 雲少 雲少 爸 怎麼了 別打了 他出事來 親親面前 不好交代 媽 有什麼好交代 這幫親戚誰幫過你 缺錢找我幫忙找你 可你有事的時候呢 他們一個人都不管你 這群親戚 全都是一群落盡像食之輩 哎 停上 你還真喜歡在背後捅刀的是吧 停上 咱們等著 停上 就你他媽會背後捅刀的是吧 停上 我不是不良你 大舅哥 你總算是來了 你趕緊替我管管這個女子吧 他怎麼連我都打呀他 啥 連你都敢打 懂不懂笑道 有沒有王法了 算上去 醫生 你看他 小豬師來了 媽 你就別操心了 先前被你吃了單藥 現在感覺好像呢 好好多了 但是還不能動 沒事 我再幫你治治就好 學生 來 你說清楚 背後說我們幾個壞話 幾個意思 學生 我摄摄過你話了 還你再給我裝籠子 心比我大嘴巴的抽你啊 就是你不要對野狼幫你打你後壞 還在背後說我們壞話 你還吃人吧你啊 媽 好了 你活動試試看 這就好了 你試試看 哎 真的好了 停一張在跟你說壞呢 別在這裡給我裝龍座呀 我裝龍座也是給我欠你們的忙 我裝龍座也是給我欠你們的忙 大人欠我們呢 欠你什麼啊 你欠我們都可多了 你媽一個二婚的 嫁給王大陸 不好好聽話 沒事就跟自己家男人吵架 弄得雞犬被贏 成了村子民的笑話 讓我們親戚也跟著丟人 這就是你欠我們的 是啊 看你幹的啥事 這就是你長輩 你打他就是大逆不動 讓我們親戚臉上跟著蒙羞 是不是欠我們呢 大哥二姐你們說話 要挑戰良心 黃大陸他沒事 要打我 罵我 把我的錢都拿去輸了 你們為什麼還要說我不對 還要怪人生 為什麼怪你們 你們還不清楚嗎 你們明明有錢 每次跟他們借錢的時候 就跟打發一樣糞的一樣 自己這麼摳還想要名聲 就是啊 哎我找你借十萬 你給我五萬 我是你大哥 這借錢的時候就變外人了 還生我砍頭戲啊 算了 像這種經濟啊 我看以後是斷絕關係 刪除祖父 也別再聯繫了 斷了聯繫還不行 那平常我們準時 然後再一刀兩斷 配傳損失 配傳什麼損失 你剛才罵我們 這算不算損失 你打你後半 影響我們家家生育 這算不算損失 還有 你得退野狼幫 給我們整個家族闖獲 這個算不算損失啊 趁我沒生氣之前 念在你們跟我媽一個信 乾淨故 否則我讓你們後悔終身 還威脅我們是嗎 啊 陳醫生 你敢威脅我爸 啊 陳醫生 你敢威脅我爸 你怎麼找我死是吧 教委 當時你表哥 你不能動手啊 什麼表哥啊 老子現在是混鎮上的 他還一個臭中低的 也賠當我表哥 我請客你趕緊給我爸道歉 要不然 挖了你的皮 對教委 他連你爸都敢威脅啊 我可揍他 我勸你 趕緊給我爸道歉再算好 要賠我們家多少錢 要不然今天有好果子事了你 我給你臉了什麼 什麼玩意兒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畫腳 陳醫生 你敢打我兒子 我給你騙了我 來啊 不怕死就動手試試 大哥大哥 都是一家人 他是你外甥 不要生了何妻啊 啊 要不連你一塊兒咋 大家伙都看到了嗎 雲上這個狼心狗肺的 把自己後半打自己表弟 還打自己親舊友 這種人就一個趕出村子 對 趕出村子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小妹 你沒事吧 雲上哥哥和阿姨 又沒做過對不起村里的事情 平時也沒少幫你們吧 你們憑什麼趕走他們 和小妹你想幹什麼 你就非要跟我作對幫他們是吧 王德陸好賭成性 你妻子帶著孩子都跟你離婚 叫阿姨心力善良 跟了你 為你還賭債 你呢 你恩將仇報 你還是人嗎你 豈有此理 那小黃毛丫頭 什麼時候輪到你來教訓我了 你不想在村裡待了是吧 就算不在村裡待 也不能沒點良心犯欺負阿姨 行 我現在就叫村長來 把你們一個二個全部趕出村去 先生 聽見了吧啊 實際上 趕緊把你家裡面什麼手錄啊金銀寶貝拿出來 給我們分了 我們家人啊 還能幫你你說說情 不要臉 真是一群未不保的狗啊 他們找你借的錢都有記賬嗎 啊 有 算一下有多少 今天我要讓他們連本帶利的錢還會 算了吧 你看他們這德行不來搶我就是萬幸了 還指望他們還呀 啊 你知道我本事 我讓他們還他們誰都不敢付資 我已經忍他們很久 今天我還真就不慣著他們 好吧 那我看看 你大舅 借了八次 一共三十二萬八 你二姨 借了十次 公計六十一萬啊 你大舅姐 借了五次 一共計十八萬八 聽見了 親戚們 馬上還錢 聽見了 親戚們 馬上還錢 這你瞎叫什麼 只讓我們還錢 這錢是我們憑本事借來的 啊還只讓我們還 就是 你想錢想瘋了吧你們 當時給你們借錢的時候 我不知道想了多少辦法 找了多少借口 好不容易把錢借到手了 現在你一句話就讓我們還錢 秦雲上 你還真是翻臉不認人啊 我們憑本事借的錢 為什麼要還 你當我們是什麼人了 真是一個白眼狼 你就見不到你親戚好 像你這樣的親戚 我們只是倒了八倍的血眉 我這一生見過很多不要臉的人 但像你們這麼不要臉的人 我還是第一次見過 要不是看在我媽的面子 要不是看你們是親戚 你們這種 本頭草已經很深了 你抓我們 今天誰都別來 什麼怒 老實 爸 我鬧口魂 感覺又鬧真當了 請醫生 你這個喪心病狂的 竟然對你表情下如此毒手 就算是我喪你江家之力 讓表情討回公道 不用清整個江家之力 村長馬上就來 我已經給村長說了 把他們一個二個全部趕出村去 然後報知安所抓著做好 王大陸 你不要再多死了 村長的身份真是你惹不起的 是真的生起氣來 你們都沒有好果子吃 你是不是還想說的是教父啊 你是不是還想說的是教父啊 教父 什麼教父啊 我也不知道什麼教父啊 說起來比神父還厲害一樣 神父 神父那可是有人頂靈膜拜的 他呀 他算的屁 西雲上 跑兒子打成腦震盪 今天要是不賠錢 我跟你不死不休 再不還錢 下一個腦震盪的就是你 誰這麼狂啊 動不動就讓人腦震盪 村長 總算來了 我們大家都等著你 給我們主持公道呢 誰在這得罪野狼幫大哥 給我們水灣村 有事啊 就是他 就是這個女人 還有他兒子 他們沒事找事 把他們水灣村 搞得雞犬不寧啊 現在全體村民都強烈要求 把他們母子倆 趕出村去 王大陸 你胡說八道 根本就沒有人趕我們走 就是你在這山風點火 山風點火 你問問大家 大家我說 是不是想把他們母子倆 趕出去 趕出去 聽著了嗎 各位父老鄉親 你們還有良心嗎 雲上會點小醫術 平時的時候都沒少幫助過咱們 而且還沒收咱們的錢 現在人家有難了 咱們非但不幫他 你們怎麼還倒打一盤呢 這可怪不得我們啊 要怪就怪他們不長眼 得罪了野狼幫 待會野狼幫的大哥來了 咱們全村都得跟著一起造樣啊 不用說了 江玉蓉 帶著你的兒子立刻滾出村去 帶著你的兒子立刻滾出村去 村長 你不能這樣啊 小阿姨跟雲上哥哥都是好人 你不能讓他們趕出去啊 何小妹 你這是不知好歹 難道要和整個村子 做對嗎 雲上哥哥 給我媽媽治不病 沒收我家裡邊的錢 他是我能家的恩人 我不能讓他被你們欺負 說到你爸媽 現在立刻給你爸媽打電話 讓他們過來 要是他們也不聽話的話 讓你們何家一起趕出村去 不用喊了我來了 爸 村長 我閨女說的沒錯 女人上是好跟我老婆的命 對我何家有恩 我我絕不同意你們把他母子撵出村 何大喊 你算個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資格跟村長叫板 就是 敢跟我唱反調 你也不想在村裡呆了 就是被你們撵出村 我何大喊 也不會做妄案夫妮的事 還有你們 平常 雲上可沒少幫你們吧 現在可好了 你們要把他們母子給撵出村嗎 你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嗎 何大喊 你別在這兒謠言惑眾 這世界論得是強弱 我要趕誰走 誰敢不服 你區區一個村子 居然敢說自己強 怎麼 你不服 難道你還能找一個靠山出來押著我 呼吸 又該吹牛 說自己是教父了吧 別說是教父 就是神父來了 到了我們水灣村 爹爹給我盤著 好 那我今天就找個比你強的人 過來好好教教你怎麼做事 好 那我今天就找個比你強的人 雙模作樣 過來好好教教你怎麼做事 電話 今天你能喊過來一個副村長過來 我都算你厲害 誰不知道他是個外鄉人呢 在這兒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我在水灣村 用最快的速度把鎮長多喊來 哈哈哈哈 鎮長 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你知道鎮長是多大的官嗎 你說 趙來就能叫的 哎 知道了嗎 啊 還是命令的口氣 你以為你是憲令的你 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呀 吹起牛來不知天高地厚 完全搞不懂自己的身份 村長大人 趕緊把他給趕出村子吧 回去 他既然吹牛說他能把鎮長喊來 那我倒要看看到時候叫不來 自己把自己的臉給打腫了 到那個時候再把他趕出去 全部換 別在這自以為是了 很快被趕出村子的人就是你 哈哈哈哈哈 要把我給趕出村子 都聽到了啊 都聽到了啊 他說讓鎮長滾出村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覺得自己很強 我是弱者 能拿捏我 笑 我從不想以強壓著 所以一直低調做事 既然你們不講道理 不論是非只論強弱 那好 今天我就讓你們見識見識 什麼是真正的強 今天我就讓你們見識見識 什麼是真正的強 你們孤兒寡母還敢說什麼是強 就是 你自己也不看看 你大舅 二姨表哥表姐 連你自己家的親戚都嫌棄你 你憑什麼強啊 你 建主人說大話說他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對了 你不是還有個漂亮的媳婦呢嗎 怎麼今天沒來啊 是不是也嫌棄你 跟別的男人跑了吧 嘴巴給我放乾淨 你這個不孝子 你怎麼又打我你 再敢給我放肆 就不只是打你這麼簡單 村長 你可看到了啊 他給當你面打我 趕緊把他抓起來 把他送到真為所欠 誰有此理 居然當中勾打你後爸 立刻跪下來道歉 否則我一聲令下 讓全體村民把你 他都說了你不配 就別在這作死 這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看來你是不見棺材浮落淚了 來 把這個狂圖給我抓起來 立刻送到張維索去 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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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們誰敢動一下他們猛子事事 敢動一下事事 敢動一下事事 看了 何大海 你們一家是真不想在這村裡呆了 我何大海就是要飯 你不沒了良心做事 既然你們非要堂壁打車 那就別怪我 現在我提議 將何大海一家竹竹水灣村 誰贊成 誰反對 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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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嗎 何大 現在你和青云上母子 這次就要被竹竹水灣村 吊飯去咯 一群小丑 也能有驱逐人的能力 不然呢 哎 你還想賴著不走 哦 對啦 你不是能喊來鎮長嗎 不是要把我趕出這村子嗎 這牛皮吹破了 丟臉了吧 你正來丟這叫法 他讓這種親戚 我都覺得丟人 沒事 把他們趕出村以後 我給大家批地建房 村長 我要建進房 村長 我也想要一塊地 都好說 只要喝我在一條船上 聽我的話 在水灣村 我絕對照著他 怎麼樣 趕緊滾吧 也不知道哪個大人物 來水灣村微服私房了 憲令大人親自給我打電話 什麼 憲令大人親自打的電話 開快點 開快點 別急著狂 不出預料 十秒鐘 鎮長就到了 啊什麼 你說鎮長 十秒就到了 沒錯 我已經聽到了滾滾 計時而來的車輪聲 您的可悲的自大 即將就要被人踩在腳底 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啊 行 我就等你十秒 用不了十秒 五 快點 四 再快點 三 二 一 秦先生 秦先生在哪 鎮長大人 您怎麼來了 秦先生在哪 秦先生哪個秦先生 秦雲上先生 他就是 他就是 鎮長大人 您找他幹嘛呀 九層村長 拜見秦先生 拜見秦先生 這水灣村是你的管家範圍嗎 是是是 秦先生有什麼存譜 沒什麼存譜 我就是想問你 這水灣村的村長 木無法記煽動村民要將我趕出村子 該如何處置 這水灣村的村長 木無法記煽動村民要將我趕出村子 該如何處置 什麼 他竟然想趕秦先生出尊 不只是我 還有這些幫助我的人都要一併趕出 哦 對 他還說要找我 豈有此理 竟然敢這樣對待秦雲先生 這鎮大人冤枉啊 是秦上不死 情為不端 惹了眾怒 我是為了尊重大家的意見 才敢他們的呀 眾怒 什麼眾怒 鎮長有所不知 這個狼心狗肺之徒 居然連自己的後爸都大 他嗜賭 純信欠下高利貸 不僅逼迫我媽賣御儲 還打了我媽 難道我就不能擋他了 哎呀 他大舅二姨家家境貧困 他不但不幫他們 還逼他們還錢 他們不還就動手打人 對呀 鎮長大人還動手啊 打自己的表弟啊 他簡直不是人的 他呢鎮長大人 趕緊把這個狼心狗肥的東西 給抓起來吧 住口 還真是一群白眼狼 秦先生幫了你們 你們不但不知感恩 還反咬他 不要說秦先生 換作是我 一代揍你們 社會的誠信 就是毀在你們這群人手裡的 這羞恥還真正有詞 簡直是道德敗壞 鎮長大人 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孫兵 無權無勢 您為什麼要幫他呀 你說 秦先生無權無勢 是啊 他只不過是一個外來人口 可能是在外面打工攒了點錢 有什麼呀 其有此理 你知道是誰讓我來的嗎 其有此理 你知道是誰讓我來的嗎 是誰啊 憲令大人親自下令 說秦先生在水灣村有事 讓我火速前來 若有閃失我命不保 你說秦先生無權無勢 憲令大人親自打電話 難道他和憲令大人有關係 我的話 還有什麼可質疑的嗎 不不不 不是 鎮長大人 他一個自肯荒地的小農民 怎麼可能和憲令大人有關係 鎮長大人 你可千萬別被他騙了呀 這小子平時就愛撒謊和吹牛 老聰自己什麼叫父 他算個屁的算 你是誰啊 啊 鎮長大人 我是他的繼父 也就是後爸 他的情況 我都了解他一清二楚啊 是啊 鎮長大人 您想如果他和憲令大人有關係 又怎麼會讓高利貸逼上門來要賬呢 就此理 憲令大人說了 秦先生是他只能忘記背向的大人物 不惜喧囂 隱居子弟 你等竟然敢誣陷他 秦先生您說該怎麼處施他呢 怎麼樣 現在還要以強壓我 鎮長大人我錯了 求您饒了我吧 知道錯了就要承擔後果 據我了解 這個村子很多人都給村長好處 成為其副局 結黨營私私建房屋 踐踏法律抓下去好好查清楚 是 拉下去 不不 陳先生 我求您報告你吧 以後我願為您干倒徒弟報答呀 陳先生 求您報告你吧 以後我願為您干倒徒弟報答呀 我雖然比你強 但我不是和你一樣喜歡吃強靈弱 我現在也只是在和你講到 犯了錯就要承擔後果 犯了法就要接受制裁 你若是好人我也會幫你 你既是惡人 那我也絕不姑息 該怎麼辦怎麼辦 一切按法規處置 是先生 帶下去 先生 您看見場的還有誰有問題 先生 我們都是被村長逼著 很景為難的呀 對呀 雲商 我們都記著你的好呢 這我們做這些都是有人逼的呀 雲商 我可是你親大救 你可不能害我們呢 就是就是 我們都是親戚 嘲嘲鬧鬧的 那就不要計較了 以後 我們都聽你的 我說了 今天這裡發生的一切 我們只按法計辦事 你們有沒有犯事 就看你們的好村長 交不交代你 村長不用問我一切 一切按規矩辦事 是 對了 現在村長被抓 依存不可以無視 我倒是有一人可以推薦 金先生 您想推薦誰 這位何大海 他心地善良 知恩土豹 不畏強勢 堅守公道 我覺得這樣的人 才能成為一位引領者 才能使民間的風氣 更加震效和淳朴 金先生所言即是 何大海 在 村長大人 現在你就暫代 職官村村長 帶領村民勤勞致 你願意嗎 謝謝 謝謝村長大人 喂 不好了教父大人 出事了 喂 不好了教父大人 出事了 什麼事 我剛得到消息 整個青州的地下世界 幾乎清朝出動 正往水灣村的方向而來 很有可能是針對您 區區一個市的地下世界 能掀起多少波浪 你覺得他們能奈何得了我 不知道地下世界的史 裡奈何不了你 問題是這件事情很反常 我擔心幕後黑手 什麼幕後黑手 從北歐積寒雪地裡 爬出來的幽靈軍 那個神秘莫測 一路無敵而來的魔鬼 立刻電令蒼龍 兵禁秦州 關門出魔 是 金先生 有什麼樣的需要效勞的嗎 有是有 就是怕你吃了一副夠了 金先生只要有吩咐 我必全力一副 啊 據說 現在有一批亡命的犯罪分子 正在往此處趕來 現在需要五萬精銳抓 能調動嗎 什麼 我 萬精銳 是啊 據說青州一整個地下世界的都出動了 怎麼也有兩三萬的人吧 人要是不夠怎麼找他們 這 我們全鎮加起來 只有幾十個雄位啊 幾 算了 還是我自己拿來 一直傳雲劍 萬神來相見 地鐵 降水不安 一直傳雲劍 萬神來相見 地鐵 降水不安 對了 那兩個傻大哥就是青州地下世界叫什麼野狼幫的人 可以抓走了 什麼 野狼幫 那可是窮窮極惡的矮人呢 快給我抓起來 誰敢動試試 誰敢動試試 小小鄉下 也敢動我野狼幫的人 你是誰啊 做不公平情不改姓 野狼幫的老大律師不怕心狠手辣 江湖的槍 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 有人欠了我們的債 那時候打了我的人我專程過來看看 你誰啊 我是酒鎮鎮長在此地執法 哦 鎮長啊 就是你 要抓我的人啊 你的人放高利貸還學進姿勢 我是依法抓捕 哈哈 小地方 這事短 你是沒聽過我野狼幫的能量是嗎 我告訴你 別說是你這個酒鎮 就算是青州老的也是橫著走的主 你管我閒事你就不怕 被拋屍晃野呀 就此理 眼裡還有法律嗎 法律 哈哈 我告訴你 法律 都是你們這些好人才遵守 我們這些壞人惡人要遵守法律 那還叫壞人和惡人嗎 啊哈哈哈哈 誰打的你 跟我說 滅了他 就是他 就是他 你誰呀啊 敢動我們野狼幫的人幹嘛的呀 說他是個什麼教父教父 幹嘛的 不知道 小子你幹嘛的 我 就是個種田的 平時呢 就喜歡宰幾個小狼宰子 瞎瞎請 我你們 狂妄 我就狂了 你能拿我怎麼樣 回來 咱好好盤盤那 你說你管我的閒事打我的人 總得給你教的 啊 都是出來混的 我給什麼交代 再說你算什麼東西 也配讓我給你交代 給你臉了是吧 王子兒 啊 死人冒犯我野狼狂 吐我逆臉 瞧往周江里瞧 敢動你試試 敢動你試試 怎麼 你一個山河河里的香巴佬 你還想等我些事啊 你不知道我在床里有關系啊 不管你有多大關系 都不可能讓法相不法你走 哈哈哈 不法 行 那如果我說 我姐夫 是青州商會的總長呢 啊 青州商會總長是你解剖 沒錯 我姐 把這整個青州商會的命脈 只要我姐夫一句話 你們去 這所有經濟還有 顆粒無收 你還敢跟我叫板嗎 姐姐 這事您敢 你好歹也是個地區管轄 能讓這一個小小資本貨協 是 我不管你姐夫是誰 有多大的能量 多深的背景 只要敢在這裡學見姿勢 我被抓捕 行行行 您幫他我給我講 咋叫 喂姐夫 哎 我現在啊 在酒鎮 水灣村 這有個小村官要抓我 報您大名了 他不當回事啊 他 哎行行等您過來啊 山溝溝里的香巴佬 你就等著吧 等我姐夫的怒 帶著所有的不傷 給你一點小小的震撼 先生 我們能看得住嗎 先生 我們能看得住嗎 放心 先躺下來 我頂著 好 現在我就下令抓捕在水灣村 尋釁滋事的賀 希望你不要干涉 否則連你一起抓捕 你敢動姿勢 你的人放高利貸 還尋釁滋事 嚴重影響社會秩序 我抓起來 吃 動我兄弟是吧 給我殺 敢動我演外奔兄弟 誰有勝死 沒有人派 誰動我個人拼了 真是無法無天的 自然 你他媽著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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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些土雞瓦 也可以出來囂張 就這些土雞瓦 也可以出來囂張 我說你怎麼不知天高地厚 原來是個戀家 你不是野狼幫嗎 不是狼王 哎 來打我 打你 惹我野狼幫 打你啊 啊 我承認 你身手很好 但你 我承認 非法持槍 最佳一筆 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麼寫啊啊 我這是真槍 真槍槍 你 立刻跪下來給老子點罪 你的槍真的假 不會是騙我呢 這是真槍 老子摳一下就是一條人 你 趕快給我跪下來 我請告你啊 持槍犯法 殺人死罪 趕快把槍放下來就走 我們野狼幫出來混 一位錢財二位面子 今天這一仗就是打不贏的話 以後在京都上怎麼會呀啊 我告訴你 相罷了 老子今天是要廢他 你趕緊給我滾蛋 不滾蛋 老子連你一塊兒廢了 你讓他 我倒要看他怎麼開槍他 你真是在逼我呀啊 你真以為老子不敢開槍啊 你真以為老子不敢開槍啊 你敢不敢不證我 最重要的是對我沒用嗎 別說是槍就算是炮是搗蛋 對我來說也一樣是承認啊 今天就殺了你 啊 啊 啊啊我做到了 這組 你確實要死 因為你這次是真的惹到我 你你你到底是誰 你為什麼能接著他 我說了我就是個重點 有人認為我是誰 不過我更喜歡別人稱我為人 教父 啊不我還叫我我錯了 我錯了救救你救救我嗎 啊 請你 你為非做的蛇翔靈 惡勝是草劫的命 傷害落到你頭上 你怎麼跑你不是王命之徒 我怕死我怕我怕死我怕死 救救救我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我可以救天下絕症 但從不救惡神啊 好正著可以帶他去山樓到 你自己是給他砸下去 誰敢抓他試試 天坡 天坡 有人要殺了我啊他們 小舅子 你別怕 你起來不來了 我看誰敢動你 周雲山 是你要抓我的小舅子嗎 盧會長 事處有因 事處有因啊 事處有因 有什麼因 別說你一個小小的鎮長 就是你們周憲令見到我 也要九分尊敬 竟然敢動我的人 盧 盧會長 你不要生氣 確實是你小舅子在這惹事 我別管他關槍 老子管的青州商會 整個青州的產業都在我手裡 我只要一句話 就可以斷了你的招商律資 別說你一個小小的鎮長 就你是你們整個高山縣的經濟 都要倒退三千年 這樣的後果 你承擔得起啊 這 盧會會長 是吧 他真好大的官威 是什麼 也不 就是他 他練了點鞋味的功夫 誰都不放在眼裡啊 這強就是他咋的 誰都不放在眼裡 我今天就讓你看看 什麼 折對不起的旁人大物 你說自己是 折不起的旁人大物 怎麼 你不服 沒錯 我就是不服 要不你讓我服了試試看 你想看看是吧 那今天我就讓你好好看看 趙秘書 再回答 先給我電令商會 全部從酒鎮撤資 鬼者 住住商會 是 你不要了 盧會長 商會投資 關系到酒鎮的經濟 關系到成千上萬的百丁的生存和就業 那是你的問題 跟我有什麼關係 怎麼 害怕做錯的事情被撤職了 我被撤職了沒關係 但是我不願無辜的百姓受到影響 哎 你不是要顧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嗎 你求他呀 先生你看能不能想想辦法商會的命令不能下 這可關系到九鎮八十萬百姓的中 放心 他區區一個商會會場還斷不了九鎮收 你的意思是說 你還有什麼回天之力 我的回天之力多得去的 就怕你不配知道 你吹 繼續吹 很快 你就知道結果了 會長 已經分配下去了 整個千州商會有三百人在酒鎮投資 他們會立刻安排撤資 最快一分鐘 最慢二十四小時 將集體從酒鎮撤出 可不要這樣啊 真的 算我求你了 我們酒鎮等來這個貧困鎮 有了周商隱私的政策 這才奔了腳趕 一旦結車資 百姓又未潛入根境 才能無法上學 這可是禍國殃民 使不得呀 使不得呀 那就貴我 然後 把這個廢物抓起來 身饒大獄 我威風的商會會長 我還是第一次見一個商會會長 如此長苦 怎麼 這就是資本的力量 你說對了 這就是資本的力量 不過 一個態度 就斷送了酒鎮八十萬人的生路 你還好意思在這吹牛 我不說斷人生路 還沒有水面斷人生路 繼續吹 很快你就知道結果了 喂 什麼 怎麼啦鎮長大人 剛才公辦打電話 駐頂鋼鐵廠從酒鎮撤 不換人失業 駐頂鋼鐵廠撤了 那可是咱們真的龍頭企業呀 這個怎麼辦呀 小美人 你別怕 鎮長 你也別怕 這只不過啊 是個開始 就像 有些人說的 我又斷不了別人的生路 我只不過是啊 能讓人 沒了工作 失個夜而已嘛 別窮 我說你斷不了人生路 也讓人失不了衣 雲上 咱們還是也跟這個大人不懂 不來都去 最後遭殃的還是咱們老百姓嗎 商會管的都是以前人 咱 惹不起人 是啊雲上哥哥 要不咱們還是趕緊給他們道個歉吧 你們放心 區區一個商會會者不足管治 我自有能力保守這人的安全 還在這裡 有本事 你拿出來的背景和能耐來呀 我剛才已經打過電話 不出預料 應該也在趕了個路上 我倒想看看 你能喊來什麼人給你撑腰嗎 能壓得過 我青州組商會一套 能不能壓得過你青州商會一套 我也不知道 但據他說 他在青州連總督見到都會抵抗 想必能壓得過 哈哈 什麼 你說 總督見了他 都要離頭 這有問題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你們看看啊 這個說大話的瘋子 他說總督見了他都要低頭 你知不知道 在青州總督才是天 他連官職都不知道 這是張口就來呀 會長大人 您別擔心他就是在那吹牛 要我說 你得趕緊把他抓起來判刑 你又是誰啊 回會長大人的話 我 我是他後爸 什麼 你是他後爸 實際上我自己有老婆兒子 後來我離了婚 他跟他媽正好到我們這安家 我就看他們打工挺了點錢 就主動接近示好 他媽就是還嫁給我了 但是實在我 我們一點親情都沒有啊 武漢大陸 你這是個充實 剛才 不是還覺得你兒子挺厲害 比你撐腰的嗎 這會兒 在會長面前 還不起頭了 會長 像這種六親不認的東西 就就趕緊槍斃的 對對 槍斃的槍斃的 趕緊槍斃 哎 你們又是誰啊 我是他大舅 我是他阿姨 我是他表弟 我是他表姐 我是他表哥 都是這麼親的親戚 怎麼你們 也想避了他 避了 對 避了他 我們可沒有這種親戚 仗著自己有一點能耐 連他後伐和表弟都打呀 好吧 今天我就替你們出頭 小子 沒想到你餓到這個人 哎 你剛才說什麼 你有靠山 連總督大人見了都要低諷 靠山呢 他用屁的靠山 他就給他吹牛逼 他一個外來的打工仔 這山溝裡面的農民 他有什麼靠山呢 喂 什麼 灌頭加工掌業車了 他確實實業 什麼 灌頭加工掌業車了 這個怎麼辦呀 徐先生 要不您看待久鎮百姓的生計 向陸會長道個歉 化干戈為玉魔 西施寧 說什麼 他剛才如此藐視於我 就想給我道個歉 西施寧人 那陸會長 你說怎麼辦 哎我說怎麼辦 好說 哎跪下 把我的鞋舔得跟洗的一樣乾淨 我再考慮考慮 你這隻腳 今天保住 你說什麼 我的腳保不住了 沒錯 你不是讓我給你弄乾淨 今天我就叫人像殺豬一樣 好乾淨 還在吹牛 你不是說你有靠山嗎 不是說總督大人見了都要低伏嗎 怎麼說了半天 也沒見過人來呀 大時間他差不多也快到了 那我便告訴你 他無名無姓外號 藏龍是青州第一真神 什麼 你說蒼龍戰神 是你的靠山他真是瘋了 蒼龍戰神是什麼 那可是自北都一堆的大帥 曾經跟著大地的紅人 他竟然說 他是他的靠山 你們說錯了 蒼龍不是我的靠山 哎 你看看你看看他自己說的話 他又推翻了他 我話還沒說完了你別搶話 是嗎 你想說什麼 蒼龍不是我的靠山 我是他的靠山 用你們的話 同俗一點就是 他是我的小弟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 你說你是蒼龍戰神的靠山 蒼龍戰神是你的小弟 你是不是瘋了 喪心病狂啊你 蒼龍戰神 豐功偉績令人敬佩 你竟然說你是他的靠山 我看啊我看啊這是在吸引不活英雄殺你九次都不足以抵罪 但真是太喪心病狗啊 會成大人啊 趕緊把他抓起來 我馬上就跟他媽離婚 哎呀我當他的後爸 我後悔啊 鞋先生 蒼龍戰神可是我們大家都敬佩的你這麼說的確實太過分了 我實話是說有什麼過分的 不是 蒼龍戰神在龍國那可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 難道你說你是你我是什麼你有沒有可能這世上有一個人連女帝都緊講萬分 我的天哪你真是瘋了你連女帝你都敢見他 大人真當大人你不趕緊連手把他逼了嗎 你 逼了 對對對對趕緊趕緊把他逼了吧 別讓他連累九重金屁啊 對 逼了他我們可以跟他話情解釋 哎呀 雲商啊趕快給會長大人道個歉吧 這種玩笑開不得 會闖大禍的人 屁死 老何啊 雲商沒有撒謊他真的是大人物 他和金雪結婚的時候女帝親臨連世界各國的元首都來祝賀呢 瘋了 簡直是瘋了 就算是女帝也不敢讓世界全國各元首前來祝賀救命他 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這家伙 這家伙 秦先生你們這樣肆無忌憚恐怕連金令大人也保不了你們 你說什麼 你說他們靠山是限令大人 是 至限令大人親自給我打電話 讓我來保護秦先生了 豈有此理 靠一個小小限令也敢在這裡無法無天 會長大人 事到如今他們無淡無辱蒼龍戰神才蟹毒女帝 要不就直接抓他們去總督府請風 有道理 還不趕緊把他給我抓起來 你趕緊 你趕緊 唐欧战神 邢州商委会长鲁天平拜见 苍蝇传神 来吧 云上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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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撕 简直是无法晕天见了苍蝇战神敢敢不败 苍蝇战神还请您立刻掩折 骗魂狂扑 刚才 你说苍蝇战神您 是他的小弟 还丧心病狂了 既然如此 他还说 女帝都要对他警仰万分 放肆 吹 完了 苍龙战神多怒 他本来啊 就是想吹吹牛 没想到 苍龙战神还真的来了 算你小子倒霉 你说的是你们放肆 青州苍龙 外见教父大人 不知教父大人 一向招有何吩咐 苍龙 我隐匿于青州只想平凡的物质 配合一个区区的商会会者 别敢践踏于我 区区几个刁民 别敢取我信 你镇守青州 这青州 还有爆发吗 那教父大人恕罪 可是我管下不力 之后 一定要惩罪这些地痞恶鬼 尊贵的商会会者 你要动用整个青州的商会势力 断我身路 断九镇八十万百姓身路 教父大人 难道 你就是那位 明镇世界传奇 站在伟岸巅峰的 道神殿店店主 教父大人 你说的都是我曾经的 自从遇到你们 遇到你们 我就不敢说自己站在世界巅峰 因为你们动辄救我下跪就要断我身路 你们才是那明镇世界的传奇 葬礼人 他 他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真的是教父大人 我讲玩意儿 你来质疑一份战神吧 教父大人 我不知道啊 我真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你问问在场所以我收过多少次 你试试 可是他们怎么说的别说是教父了 就是神父来到他们的地盘贴的 低下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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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玩意儿 总这么猖狂吗 教父大人 我我是有眼无珠啊 求你 放了 让我给他共鸣吧 我饶你狗 谁要九镇八十万百姓的身子 这样 我马上 电灵商会 让他们的投资 全土土主阵 加大投资力度 怕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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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打电话 求教父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 现在知道怕了 说句不中听的 像你这种给我当狗都不配 还敢在我面前告知 我给你台阶下你无下 我跟你讲道理你会听 我让你遵纪守法 你说你背心 你区区一个商会会 在当事强诚中 不会苍狠一宿 还敢跟我谈配件 老龙 死在 立刻电令青州紫图 传我三大法令 教父大人听讲 第一 解除青州商会 是 第二 撤查商会所有 有罪水入狱 重罪者死 是 第三 所有无故从九镇撤出的企业犯 全部没收资责 捐给孤岗慈善 遵命 还有这 所有诋毁过 污蔑过 攻击过 全部自动跪下请罪 向政卫所自使 要引出什么 谁都别小 小大人饶命 小大人饶命 你们进行 满口的人一道德 一肚子难道 长 虚立必犯 谁强就跪谁舔 谁弱也 欺谁压谁 好好的事故分析都被你们给拐火 我最少 天都不如 全部带走 变成 是 教父大人 哈哈哈哈 云上 云上 好歹我也是你 不怕 饶我一次 饶我一次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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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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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云上求我情 求我情啊 去死吧 云上啊 这咱俩可是亲兄妹啊 一个巴巴生的 你帮我给云上求求情 放过我们吧 你们 就忘记自己 刚刚怎么针对云上呢 现在 就让他饶了你们啊 你别打理 我们不需要这样事例有情绪 哦对 你们在村子里办理事实是法律 但你们欠我钱 还得 还不上 就让法律 喊你的房子 被决上 我好歹是你大救 你不能对我 他这么赶尽杀绝吧 你或许不到 当年我爸盯下武艺 连和整个家族打压我 想扶持我地上的 我连我整个家族的文稿 你又算可以 对我好的都是亲戚 对我父 都是仇人 郭总 立志心 是 都带走 都带脑 是 好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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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你等着 马上回来 三龙你处理一下这里保护好吗 我有点事先走 发生什么事了 叫不难 幽靈君怎么能抓走教母呢 此时还不得而知 我先回去看看 你处理完这里做个青州 如果我所料不错 幽灵势力此次潜入青州 历史趁我而来 青州 并见了大事发誓 明白 我立刻准备 教父大人 怎么回事 你和四大殿主部位 还能让幽灵君得逞 我们正在处理招惹您的群伴 叫我们要去上厕所 结果这时突然出现了一批幽灵军 再对村民下手 我们便去应战 没想到 中了他们的深东击西之术 这幽灵军到底什么懒头 为何要针对你 我也纳闷 您都已经隐蔽三年了 幽灵军出道才不过一年 为何屡次针对于您 难道是有什么旧仇 叶王和他的骷髅军团 是在十年前 被龙族埋在了北欧 长城的集汉雪地 当时我还在镇守大厦 为出国门 不可能有什么惊愁 我就纳闷了 您都已经退隐至此 不可他们还要闭上门 不管了 既然来犯 那就是敌人 龙雪听令 宗家在 拿我造神令 从西昆仑调往百官造成铁飞 四海八荒围剿幽灵军 十七寸草不深 骗想不掉是去吧 立刻喷锁整个情节 祈祷天野去查找金雪下 幽灵 我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神 你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没有人放开我 外叶曹子大人 他怎么样 就是一直在那儿让 高高在上的沈大小姐 也沦为街下囚了 门口你是谁 你抓我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警告你 我老公是教父 他一定不会放过你 你老公是教父 你还在这儿必敢骄傲呢 可你知不知道 你今日的命运不堪 都是因为你的老公是教父 我就是为了他而来啊 你到底是谁 你想干什么 我是谁 要不你还是自己看看 也许你看就会有印象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到底是谁 你肯定会认识 要不我们来玩个游戏 要么大人 什么游戏 我给你三次 让你猜我是谁 每次我都会给你一个提示 答对了 我摘下面具 答错了 就要接受惩罚 怎么样 我不玩 不玩 由不谈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本来是一家 哎 我是谁 一家人 怎么可能 我没有个违约路 猜不到吗 那可就要执行丑罚了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怕谁 哎 给我拿一条舌头 放在脖子上 这魔鬼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不会杀了你的 他他他 你说错了 他不会杀 反而是我杀他才 赶紧的叫我 包包小舌小舌带给你的自己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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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哄啦 这里能救你的人只有女儿 我 都会救你 继续第二题吧 其实我们第一次相见 是在你的婚礼上 哦 你是在我的婚礼上 猜 我是谁 你个神经兵赶紧把肖拿出来 救命啊 救命啊 又答错了 那我们可要进行第二次诚 你一直都很清高 今天我就用最肮脏的 摧毁 是 给我带进来一个乞丐过来 等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 怎么 你有话说 我知道你是谁 是吗 你说说 你是云上的定义 秦东霖 没错呀 尊敬的教母大人 我的好嫂子 你居然猜对了 来来来 那我就摘下面具 让你好好看看 而是你啊 秦东霖你哥已经饶了你一次 你怎么还不知悔改呢 天空 你现在不过是接下轎 有什么资格说叫我 秦东霖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说我要干什么 当年 我本是秦家的天之交 秦朝集团的继承人 在清州有着无声的荣光 然而我的好哥哥 你的好老公他混了我的一切 你还记得当年在婚礼上 我把你伤我的那一耳光啊 我做梦都想还给你 你有想过 会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吗 啊 我的好嫂子 秦东霖你还是死心里干 你哥会杀了你 你说啥 秦医上会杀了我 哈哈哈哈 我的好嫂子 距离上一次 我被我的教父大哥羞辱践踏 已经过去五年了吧 已经五年 知道五年会发生多少事吗 有多少人会在五年里 等他甚至死去 也会有多少人在五年里 新生甚至崛起 然而如今的 不再是曾经的 如今的秦云上 也不再是曾经的秦云上 明白吗 当年是你和整个秦家对不住他 是你联合褚英运背叛他 他念在兄弟情义上 没有对你感激杀 你应该感激 而不是应该让仇报 你 说八道 你现在都是我的金虾球了 还在帮他说话 我不是在帮他说话 我是在帮你 你知道你哥的是 他是道神殿的教父 全球最传奇的人 他一声令下全国各国元首 都要给他积分面子 你凭什么跟他为敌啊 我凭什么跟他为敌 问得好 你大概不知道我现在是谁吧 我告诉你 我是从遥远北方的长城的 极寒雪地里爬出来的 我只带了一支军队 就从北欧一路横扫到大象 刚才你说的那些 给秦云上七分不命的元首 我听了我的名字都会瑟瑟发动 他们的铁甲站位在我的手下 不过是吹哭拉脚 既然你这么厉害的话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你大哥 为什么要绑杀我 能这么卑鄙无耻的手段 因为猫 在吃老鼠之前 都会心玩玩啊 放心 我不会让他死很痛快的 我要给他制造无限的控制 摧毁他的操杂和自信 让你失去一切 然后崩溃来死 所以嫂子 你现在还有一次活命的机会 背叛经理上 做我的女孩 做梦 我就算死 也不会跟你这有人在一起的 不可以 知道我舅舅得跟你玩游戏了 来 把他衣服给我发光 然后你们也当一当主演 给他拍点视频 全球发布一下 其东林一天 你别动 我有什么不敢的 哎 方才你听到他本喊我什么 那个我现在呀 我叫情 自我介绍一下 如今的我叫魔鬼 比欧幽流军团的在手脑 至于为什么叫在身 因为手脑是个失误 当年那个比教父 还有个杀死巨人的皇城 一望 也称之为死神 多动手 啊 啊 你们再找死了 你是龙王殿 陈平哦 你就是当年被称为教父手下的那个四大天王 租义陈平了 既是我明慧 还不赶紧放了教 换犯了 我叫你伸手欲图 哈哈 就凭你 我小心 他是幽灵君的带手脑魔鬼 什么 他就是我看来你还听说过我的 你带着幽灵君团 从北欧来到大厦干什么 干什么 问问你们的教母不就知道了 他是云上的弟弟秦东霖 他回来是找他哥报仇的 他就是当初和教父争夺继承人的秦家二少 如今竟成了幽灵君的首脑 怎么样 现在我可以给你的机会 背叛级上跟着我 给你留条红容如何 我们教父大人征战天下 走下都是忠心不二的强兵 头可断血火流 欺邪必要 欺负有背叛之人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死断也能这么幽气 御灵何在 来报告教父大人 已经找到祖母的消息 丢近的龙王店主已经赶过去了 赶紧把地址包 你不必跟我动手 派个龙我杀你 表里交给你了 我要带我嫂子 去玩游戏 拿你走 李公王府 我贵还是死 你们几个赶紧去救教父大人 找你交给我 是 走 走 找死 恐怕的 神通 啊 你怎么 龙王店主龙王就这么做 在我打下 修得成功 我和你去啊 啊 我来吧 教父大人 金雪 被你那个弟弟带走了 什么 我弟弟 就是那个当初和你中国继承人的秦家百姓秦东宁 如今成了幽冥军队的首脑 明镇背后的 魔鬼 他就是幽灵军的首脑魔鬼 他就是幽灵军的首脑魔鬼 估计他此番带着幽灵军团回大侠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当年我放他硬末了 他竟不知悔改 那这一次 我就让他彻彻的敌体消失 吹吹了吗 吹吹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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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传令下去 大厦境内的造成铁人续作青州提起 欲丢邻居格杀物 就这么青州绝第三尺 也要把金雪找到 是 哎 怎么样啊 嫂子 这样绑着你是不是挺难受的 哎 要我给你松绑吗 秦总理 你到底想干什么 哎 干什么我能干什么 当然是要跟我的教父哥哥再玩一场啊 哎 嫂子 所以啊 这个时候你的选择就尤为关键 我跟他之间你只能帮一个 但我希望 你帮我 明白吗 你就是一条阴沟里的老鼠 你永远也能让你哥哥 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青龙龄 及时悔悟吧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你错了 我想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阻挡 来人 在莫贝拉人 把饺子皮和馅给我端过来 是莫贝拉人 嫂子 我特别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没问题吧 你别想 哎呀都说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想 啊来我先给你松吧 来 哎 你 下袋手三棵树 让我嫂子给我包饺子吃 他要是说不 你就脱他衣服 是毛贝拉人 咋子你 啊 嫂子 你现在可是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啊 可千万别选错了 啊 你放开我 啊 啊好酸啊 怎么样董哥 要给我包饺子吗 请努力 哥一定会杀了你 哎你又玩不灵呢 继继继继继继继 你 啊 放啊 进去吧 那不是 那不是 怎么了怎么了 你这是 愿意给我包饺子了吗 秦东霖 怎么了嫂子 你这是愿意给我包饺子了吗 秦东霖 你还有机会 可以好好做人的 你嫂子呀 别想着给我灌鸡汤 还是好好包饺子呢啊 到时候要是包的不好吃 我可就要吃你了 赶紧包 赶紧包 哎呀 想起五年前 你还是北东豪门的大小 天下第一美人 可我却要眼睁睁的看着你跟我大哥 秦云上在一起 你知道我到时有多气度吗啊 那个时候就在想啊 那秦云上何德何能 你你你应该是我的女人呢 终于 早上 终于今天我能吃到你给我包的脚 我帮我帮我给大人 说 东霖的条件也带到是吗 赶紧带进来是 嫂子 我待会呀 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我不稀罕 不不不不 也会稀罕 你会很稀罕的 哈哈哈哈 魔鬼大人东北子小姐来了 东云穿脚家族都没见 再见魔鬼大人 来吧 快来 嫂子 你猜一猜他是谁 我没有兴趣知道他是谁 我突然替我哥感到惋惜了 跟一个连游戏都不会玩的女人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要学会玩游戏 生活才会有情趣吗 嫂子知道吗 哈哈哈哈 秦东霖 是不是疯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给你揪起了 哎 你不觉得 你也跟前的这位美女看着有点面纱吗 只要把他脸上这层面纱给接下来 你会把他震惊的 嘿嘿 哎你不觉得 你也跟前的这位美女看着有点面熟吗 只要把他脸上这层面纱给接下来 你会把他震惊的 嘿嘿 什么 好的 认出他是谁了吗 不认识 不认识 你肯定会吃惊的 哈哈哈 这怎么可能 怎么样 嫂子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啊 哈哈哈哈 他是谁 他怎么和我长的一模一样 哎真的 要不是她是东营人 我还真以为就是你了 或者是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姐妹呢 你看啊 这论身材 笑 眼里完全神似呀 哈哈哈哈 秦东霖 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么说我嫂子冰雪聪明 嫂子 你这下算是温道底上 要不你猜猜 我找了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你猜猜我想干什么 或者说你换个思路 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她有什么用处呢 你要杀了我 然后让她代替我 哈哈哈哈 说对了一半 不过呀 只是一半 虽然她跟嫂子长得一模一样 但人家毕竟是山寨版的嘛 再怎么说都代替不了嫂子 女在我心中的那份地位 再怎么说都代替不了嫂子 你在我心中的那份地位 所以 我要让嫂子你永远的留在我身边 让她 替你去照顾我那教父哥哥 你准备 让她理在桃江 怎么样 嫂子 我这个办法还可以吗 既可以让我永远的拥有嫂子 也可以让假的嫂子 替我去照顾我的教父哥哥 一举两得呀 哦对了还有啊 我都想好了 到时候会派人给你专门打造一根铁楼和铁链 把你拴里边当我的宠物呀 你以后就是我的专丑 不太属于任何男人啊 你确定疯了 我不是疯子 我是魔鬼 以后你来叫我魔鬼老公 嘿嘿嘿 哎 好了 打做好的饺子 喂我一个 这个王八蛋 放我走 我让你喂我饺子吃 哈再不听我 我让你知道我想什么叫做下场 喂我 嗯 好吃 嫂子果然是你包的 但连味道都不一样 爱的味道 一定是爱的味道对吧 好了嫂子 你的任务呢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走了 其他的就交给你的替身帮你完成了 我相信啊 他一定会替你 照顾好我的交付哥哥的 按援计划请示 是 是魔鬼大人记着 一定要伺候好我的交付哥哥 记着 一定要伺候好我的交付哥哥 放心吧魔鬼大人 落入我掌心的男人 就不会再爱上第二个你 哈哈哈 我求求你了 能不能不要这样 你有什么事的话 你可以找你哥好好聊聊 怎么了嫂子 你是害怕了 害怕我会伤害我的交付哥哥 他可是叫父呀 他不是全世界最伟岸的男人吗 你怕什么呢 一开始是你要抢他继承人的位置 你还抢了他的未婚妻 是你对不住他 你为什么要对他抱有这么大的怨恨呢 什么时候都教训我是吧 他 不管了 他是享誉世界的教父 我是震惊世界的魔鬼 今天我秦东林倒要看看 是他教父厉害 孩子们魔鬼厉害 你把他带下去 把你们身上的衣服 是 你把他带下去 放开我 放开我 我的教父哥哥 这游戏 好玩吧 国鬼大人 您看 我像 哎呀 其子是像 简直是地模一样啊 啊 哈哈哈哈 多信不给大家看 我嫂子呢 哦 他有点不听话 我把他给打拎了 哎呀 太暴力了 不过 我喜欢嘿嘿嘿嘿 好了 你去好好陪我的教父哥哥吧 游戏开始 陷阱 机遇和风险共吞 激情和死亡通行 不要只顾着激情 要记着 杀人 谨遵母会大人教诲 我一定找他 谨遵母会大人教诲 我一定找他 行了 你去准备吧 我要找我的嫂子 去玩游戏了 来人啊 给我弄点伤 然后再把我绑起 去吧 什么 好 我马上过来 什么人 放开我 救命啊 进去 老公 老公 你给我滚 去 拿 拿 拿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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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打擾你 就是他們 我敢傷害我的女人 我讓你見識見識 是第一人 我讓你見識見識 是第一人 你 算你沒有自知之明 老婆清東里呢 不知道哎 他剛才在這打電話說要派人去殺你老公你可得小心一點 啊殺我 太黑了 走了我們回家 那個 我肚子有點餓了 要不我們先去吃點東西啊 行你想吃什麼我帶你去長城燒烤店 好那就長城燒烤店 你等我一下我上次走 好 那一塊傳令造成體會 在長城燒烤店附近做好戰略部署 有任何可疑人物出現均實時抓捕 若有反抗 格殺五路 和我玩毛鼠遊戲 還夢 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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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雙肥 老闆 點點考車 好了好了先點單啊 哈哈哈 老公 你先點我上個書 好 老板娘 廁所在哪 我帶你去 等我啊 我帶你去 烤哪 天啊 走 我走 看我走 他走 他走 他们叫我走 不甘燒烤上面 記得籤子上面做標記 有肉的下肚 肚子都不要下 明白 大哥怎麼樣點好了嗎 早點好了 你看還有什麼想加的嗎 我不用看了 你點的都愛吃 好了我們事好了沒有 好了好了馬上啊 來啦 曬開美女熱騰騰的烤串 你們慢慢享用啊 啊 喂美女 有事嗎哎呀我大哥說你長得很子爽 想跟你啊 我不喝酒 不會喝酒沒關係 快去我邊坐著 我說了 不去 你這是不給哥面子了 你有什麼面子 趕緊滾吧 臭娘們說什麼 讓你滾 平坚 你說讓我滾 你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 介紹一下 老子 伏同幫子 這一片都是我照著啊 他們給我保護費 現在你知道你是誰了嗎 哇 這一整條街都是你照的 真的照著 不信啊 可串呢 過來 哎 哎呦 大哥 怎麼了怎麼了 那介紹介紹老子是誰 帥哥呀 你可千萬不能得罪他呀 這條街都是他的人 忍不起的 好 真這麼理解 那我就是得罪了 就怎樣了 哈哈哈 說 說 你把這烤串吃了 然後讓你女人陪你大哥喝酒 我就找你 大狗什麼情況 他不想讓他女人陪我 那還等什麼 老他媽弄死你 你 啊 哎 把他給我吃 我能打我 孫子 你他媽誰呀 咱還給我虎途幫 虎途幫算個屁呀 我老公 他是照顧 就你呀還照顧 我老子還神父呢 趕緊 道歉 賠錢 否則現在就送你們兩個進醫院 趕緊 萬一秒 我讓你們扣我這麼深 挺狂啊 給我幹他 挺狂啊 給我幹他 呃 呃 呃 他 你 他 你 我我還哄你 你 吃干净 这小子 别拽你怎么敢吐头包 还在小账 进学 去找老板娘弄点馊水剑吗什么 我做顿大餐给她吃 算了吧老公 打打他们就行了 让他们吃东西就没利样了吧 为什么 东西是我们花钱买的 他们惹了我们还请他们吃东西 我觉得不划算 我们也不差钱 在乎那点干什么 好 完了 他要把那些有毒的烤串 给那些混子吃了 有办法阻止吗 他可是教父 就连特工之王都是他的关门弟子 我刚才阻止了一下 他好像有所察觉 我就没敢再多说了 那尽管起电吧 反正幽灵军已经 往这边积极 神经血液在魔鬼大人的手中 今夜 世上将不再有交付 如果他真的是我的老公 我还真是舍不得杀他 魅力还挺大的 别放花车 心搞见 有钱了 还愁男人吗 我就是开个玩笑 不得帮的是吧 今天我心情好 和你玩 把你玩高兴 大哥 我错了 我不玩大哥 哎 哎火焰 我和兄弟们遇见刺头 让人给打了 对 就在小街口 您赶紧带人过来 电话打完了吗 打完了我要转你打点事 小子 你别嚣张 我也马上亲自带人过来 不急 我陪你们一起 不过来都来了 怎么能让你们空着肚子呢 金雪 吃吧 老公 吃 我一带结巴大哥 你你让我吃这嗖水串 你你真是活腻歪了吧 我说你听 不要质疑 不要 更不要不 明白了吗 吃 吃 我给你三秒 要是吃不下去 我把你牙齿全打 就让你以后都没得吃 分下去 吃大口吃给我吃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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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好 都吃完了 就跪在这等你们老大来吧 你说什么 这让我跪下 是可啥不肯掳 就让你跪 有什么问题吗 哎 帅哥 算了吧 这事别再闹大了 他们的社会背景很深厚的啊 忍不起的 没事的大姐 这群王八蛋平常欺负你们 趾高气养的都奇怪 我也让他们感受感受被欺负的资格 你跪心听不懂啊 非要把你膝盖敲碎成贵室 你们 都过来给我跪下 跪手一拍 老板家 再来点考试 滚的速度都硬 嗯 好的 喂 为交付大人 发现大批幽灵军 正往你的抚击而来 需要我们聚集吗 等着什么 一句吧 是 老公谁的电话呀 什么一个都不留 为什么 手下的人在家里发现了一群老鼠 我让他们一个 一群老鼠这么多呢 自我推你之后 出现的老鼠就多了 不过这不重要 这仍然是我打个响指电话 正在的事情 嗯 我老公最厉 怎么了 你打电话叫的人了 什么别人 小子你别嚣张 火焰马上就来 你等不着受死吧 啊 我真是太期待了 说真的 我是真嫌自己命成的那种 因为这个世界 还没一个人能掉了我们的命 你 啊 不敢动我斧头帮的人 走 啊 啊 啊 火焰 跪好别动 敢动我斧头帮的人 火焰就是这小子 他他站着恋我气下的 我完全不把斧头帮给你放在眼里 放肆 敢动我斧头帮的人 你是在找死 腹头帮 怎么看你这样子 像是没有听过 没有 你也介绍一下 没时间给你讲故事 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放开我的人 骨子 今天就地挖坑把你埋了 老板 你这串扛好了 扛哥算吧 啊 我躲的好疼啊 啊 哎 像刀脚一样 流血了 我这个怎么了 你点血啊 大清小怪什么 出来混过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没见过血吗 不是 狐爷 我肚子真的很疼啊 我将刀脚一样 我又没血了 我又太死了啊 我 我 是中 你小子竟然下毒 你小子竟然下毒 说什么 我下毒 对付你们这帮蝼蚁你需要下毒 那他们是怎么回事啊 你在烤串上下毒了 这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可能在烤串上下毒呢 你可不能冤枉我啊 是 他们是吃了你烤的串才会肚子痛 流鼻血 你不会想说他们同时生病 那其他的顾客 他也吃了我的烤串 他们怎么没有中毒和肚子痕呢 老公 有没有可能是刚才在烤串上面加了芥末和酥水的原因 芥末和酥水平坡只会拉肚子 细菌带来的伤害是缓慢的 只有毒才会如此巨烈的运气 我给你一次机会承认是你自己下毒 我饶你 否则你活不够今天 老板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把大哥给打伤了 你还说我还无相不下毒 这还有天理吗 这还有王法吗 你还适合男人吗啊 胡云 叫着他 把大哥给打伤了 你自己找他报仇 跟我斧头帮动粗 为了他 等等 怎么小子 你还想干什么 这群混子吃的烤串本来是给我吃的 说明这下毒是针对我 等我先把下毒的事情解决清楚 再解决跟你的事情 行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你解决不了 我就解决你 你说你没在烤串上下毒是吧 当然 来 把他吃了 我才不吃呢 那么冷 我还怕肚子疼 拉肚子 凉了是吧 这是你刚烤的是热的 这下总能吃了吧 你让我吃我都吃了 我才不吃呢 我这心里的话 怎么自己下的毒心虚了不肯吃 你就是吃了烧烤 你不想给钱 你会在这里找茬啊啊 我不要钱了 你赶紧走吧 今天你不把这串吃了 你怕是嘴不流 无了老子的人赶紧去 老公算了 他就是一个卖烤串的 和我们无言无仇 怎么会下毒害我们 你觉得不会 那你帮他吃了 老公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想毒死我 不是 你觉得没毒吗 那你吃 那万一有毒呢 所以你也觉得会万一有毒 我才让他吃 赶紧吃了 别浪费时间 赶紧吃 杂婆赏赖 啊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我要报警啊 你下毒毒害顾客还敢报警 你报下试试 我会啊哦 我不行了 哎 我不行了 看见了吧 你毒出人命还要报警吗 赶紧报 哎那个熊 你竟然敢毒死我斧头帮的人 你这仇不报 以后不混了 你个臭婆娘 还在说是不是你下的毒 啊 啊 你别信他啊 是他他诬陷我 你还真是长得丑乱说话 你下的毒说是我下的 这臭婆娘 我数一二三 赶紧把串吃了 我让我看死 一 二 三 看死他 看死他 不好了 孟古大人 出了点状况 估计穿帮了 好 不等你 我来个擦 这么彪悍 都是你们逼的 兄弟啊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厉害啊 怎么你们斧头帮搞不定了 还是我来的 吃不吃 行 我就摊牌了 就是我下的毒 我就是要毒死 你们怎么样 你开烧烤店 对顾客下毒还理直气重 算是毒人之心比蛇心 不过你不知道的是 我比你更 你这点本事也就打打小共和 还入不了的眼 要杀 就是要刮就刮 我不杀你 也不刮你 我就要你把他传斥了 我就要你把他传斥了 休想 我休想 你既然会对我下毒就应该知道我是谁 我要做的事 神也当了的 他 现在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说谁是你的贪心 不用问了 我就是 你终于来了 那他就没什么利用价值 大哥 好久不见了 我的臭弟弟 我还是一点都不想见到你这张地面 大哥 难道你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吗 你就算再鼓勒寡闻也该去打听打听 我做什么事不在掌握之中 有什么事能让我考到意外 够狂 但是我还是要很遗憾的告诉你 魔鬼崛起教父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教父 是一个领域的翘处 是人们心中的单土 是普通人渴望而不可及的高度 等结束 这一切又是你在一银罢了 大哥 你还守抹在过去的梦里 不愿意接受现实 好 那我今日倒让你轻易看看 你是如何一步一步被摧毁 好啊 你想怎样摧毁我 好啊 你想怎样摧毁我 先回你造神殿八万处分座如何 别说我瞧不起你就凭你啊 我没用的弟弟 你不信 那我倒要让你看看 掌握军令 九龄军团对造神殿的总攻开始 斩草出根 天假不溜 大哥 杀戮的游戏 开始了 杀戮的游戏 你还是拥有的找不到 这一次 我不会再给你任何结果 我喜欢你的自信 但不喜欢你盲目的自信 没出结果之前谁盲目还不一定 所以 你得先让我看结果呀 这样吧 我们打个赌 你自己数十秒 十秒钟后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接到电话之后 你会大惊失色的说出 你说什么 哈哈哈哈 江副哥哥 你真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你适合去演喜剧 你要是进演一圈 卓别林和憨斗 都在自亏不如的 没 一个是幽灵军团的魔鬼大帝 一个是造神殿的教父大人 有什么指标吗 没没没没没 我一个小小的活动帮 我就不参与你们两个的恶怨了 那我先走了 在我魔鬼手下 还享有活路 嘖 关于不于是留点实力啊 你电话要下 你说什么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不得魔鬼敌 你真的又被我拿捏了 你是怎么知道 我是属和不属的 没为什么 我造神铁位就是这么牛 整个带旦同强铁地 人不犯我 我不坏了 人若犯 死无造生 哼 你以为你赢了吧 哎 先注意你的措辞 不是我以为 而是我已经 已经 只要我活着 永远不可能赢 那大魔教 在 杀了他 教父龙泉 果然有两下子 怎么样 还有自信有个文化 当然 哎大哥 要不咱俩大哥赌 是 赌什么 赌大嫂 你赢了 我死 我赢了 我睡大 哦 如果我赢了 必须在你死之前 你得亲口答应 那大嫂真的 我赌你死 而且不像杀猪一样 爱护着死 你好 那咱们 拭目以待 我 子神献神 我的好大哥 去死吧 我的好大哥 去死吧 是殺死死活的重母 還終會害你 管佛 朝宗 你說的 下的東西 針灸账表上的血 是嗎 你覺得我輸了 怎麼 你還有絕招能逆風翻盤 其此回事 如果我告訴你 現在我手上有兩大絕招 可使我立於不敗之地呢 是 誰說的更可 那我都不跟你客氣 殺 我的好弟子 你找一個和我老婆 找一模一樣的女人冒充 這就是你的絕招 你是什麼時候挖進的 這個女人雖然和我老婆長得一模一樣 演技也算臭 可惜啊 我是誰 我可是教父 這事實就沒有能瞞得過我的 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耐用的 在我救下你的十秒內裡 你就至少露出了三大破綻 十秒鐘露出了三個破綻 哪三個破綻 比如 你是我老婆 秦東林綁走你就是王牌 而我救你的時候你卻沒和他在一起 這顯然就是為了唱我救你 第二呢 第二 我救下你 你身上有傷 我說帶你回家 你居然說餓了想吃東西 那有什麼問題 你不懂頂級的特工學和心理學 人在恐懼的時候會掩蓋飢餓 命都保不住 居然還想著吃東西 那第三呢 第三 吃東西就吃東西 你居然直接說出了唱真燒口 很顯然你是有預謀有準備 你是覺得我很蠢嗎 既然你都已經看穿了 為什麼還要跟著我 沒為什麼 我是真的餓 但我吃的不是什麼燒口 而是因為 你們 都是我戰敗上去 久文雕覆大門 沒想到百文不如一劍 說 你想才死 說 你想才死 我可以說句實話嗎 可以 我想做你真正的老婆 你不配 我跟你老婆長得一模一樣 我憑什麼不配 就憑你聽命於秦東霖這種 烏水溝的麻煩 跟我做對 你就不配 赤可殺不可辱 我跟你拼了 打起來輕飄飄的一點實力都沒有 誰給自信跟我做對 你給他 陳醫生 你別得意忘形了 你忘了我手上還有王牌嗎 哦 你還有王牌啊 你忘了你的老婆 我的好嫂子 還在我手裡呢 所以 心中有個缺口 讓你永世所愛 哈哈哈哈 大哥 我們 地獄見 你 風發大 立刻控制群球三千萬造成鐵人 以及戰神殿特攻殿龍王殿天王殿 哪怕絕第三尺 也要找到精確的下落